BWF超級750系列的日本羽球公開賽 戴慎穎從地主對手中搶下四強門票 但在第一局比賽中一技往前救球 造成他左膝蓋傷勢復發 一度張大嘴哀嚎痛到整個臉奏成一團 一波一波走到場邊緊急進行短暫治療 再度回到賽場雖然成功拿下追局 但隨後傳出退賽消息 24號上午戴慎穎在IG發現洞 放上比賽中照片以及雙手合十的表情符號 感謝各界對他的關心 表示今天沒辦法上場比賽了 但依然很開心和珍惜能在場上跑動的每一刻 我是覺得蠻不容易的 因為就是可以跑正常跑動就已經很好了 因為畢竟他今年就要退休了 所以預計啦 對所以他可能就也蠻珍惜可以上場的機會這樣 戴慎穎姊姊也是看了IG才知道妹妹退賽消息 雖然感到惋惜但也深知戴慎穎的不容易 因為先前帶著受傷的雙膝參加巴黎奧運 經過兩個多禮拜休息再度前往日本備戰 這次能打進四強似乎真的盡力了 而退賽後戴慎姊姊也將儘快回到台灣 接受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 給他保留一個空間 因為你問他他也是跟你說就是受傷棄賽 我們也都知道這個答案 至於受傷的程度怎麼樣 他自己也沒辦法判斷 也是要回來等醫生看過之後才知道 雖然戴慎從四強中退賽 不過台灣一哥周天成 走出奧運八強失利的情緒 一路過關斬將進了四強 又擊敗了世界排名第八的奈良鋼工大 闖進了冠軍戰 將對戰本屆最大黑馬 19歲的法國選手蘭尼爾 交出羽球南丹冠軍寶座 TBS新聞綜合報導 在家為期待會出現 一時的出現